自然而加上 封爆 風暴正在消散 禁忌之禁回到我們手裡了 快活著 莎盔瑞斯 他們是誰 难道是守护巨龙吗 不是 是拉萨格斯的同胞 他残留的风暴正在消散 他真的死了 我们要把凶手生吞活泼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菲拉卡 我们的姐妹就是太过自信才会落败 守护巨龙日渐衰弱 底下部队却在茁壮 我们必须大获僵局 他们有太多秘密了 瞒着我们 也瞒着自己人 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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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奈萨里奥的背叛分化了他们 在心里留下了裂痕 然而他造成的痛苦 只不过是开端而已 亚贝鲁斯 他的秘密实验室 最后一个秘密 就埋在地底 亚贝鲁斯的地点 一定就在这个容器里 我会解读他的咨询 奈萨里奥的诡异实验 关我们什么事 那座实验室 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要的是 作为动力的 能量来源 得自来看好他们 不管奈萨里奥留下了什么 都是我们的 你确定要踏上这条路吗 禁忌之境充满危险 而且会有很多与你敌对的人 我们半龙人 是这座岛为家 既然拉萨 葛斯不在了 也该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按破杀 你讲的好像要出征似的 如果你以战争为出发点 就真的会发生战争 在洞穴 堵了几千年的人 才会说这种话 我们都经历百般试炼 也尝尽的苦头 没错 有些人的伤痛 更难以抹去 你有事要报告吗 真诚面对自己 晴空万里 乘风翱翔 戴莫斯好久不见 真高兴能遇到老战友 龙队指挥官 很荣幸能再次与你并肩作战 这一次行动 抓兵戴莫斯会担任我的副指挥官 他很优秀 是最杰出的军人 这一下麻烦了 我们要回禁忌之际 我们被囚禁在那里 尝到万年之久 现在他就是我们的家 谨慎行动 抓兵 翱翔吧 门的人 别担心 这片废墟其实带有一种美感 或许我们的过往 值得保存下来 勇士 小心 上面有只盘坠在寓所的怪物 啊 我的头好晕 亚洛西没事了 我们会救你出来 小心啊勇士 那底下有东西 看起来这些书籍A开头的部分都被撕下来了 太奇怪了 你最好通知安破沙 我受过了自言自语 朋友 保持警戒 就有 很好 你来了 打死我也不想再踏进寓所一步 安破沙在里面等你 哦 还有啊 谢谢你 帮助我们 带穆斯对你评价很高 他很少称赞别人 他和大家都在寻找 这一切 背后的理由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经历了这一切 我开始怀疑 这里没有我在寻找的答案 安破沙 哦 糟糕 不 给我滚 禁忌之计 为碎裂火焰军管理 红卡 瑞斯 杀卡瑞斯 带穆斯 真的很抱歉 随时为你效劳 我不希望带来坏消息 但碎裂火焰军正在禁忌之境徘徊 碎裂火焰军在峡谷四处攻击隆陵征队 我们必须协助盟友 请说吧 心怀中 认识他们的名字长久流传 年轻人 我懂你的痛 真的吗 你又失去了多少黑龙同胞 我埋葬过无数世代的高岭部族 却没有埋葬过自己的同胞 原来如此 我们都失去了无数同胞 但是还有机会拯救其他人 这是谁 这是某种古老魔法 感觉是奈萨里奥的杰富 里面的精华应该早已流失殆尽 那些收集器里面装满的黑龙精华 远比任何一只龙都要多 简直像是 那些符号是能量的导体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它正从寓所中吸取 半龙人的能量 奈萨里奥从禁制中的半龙人身上 吸取黑龙精华 这个吸取装置 一定是用来强化它的黑暗魔法 同时断绝了半龙人的能量 不管这只龙是谁 它都已经受苦很久了 我们在摧毁它的囚劳前 要收集更多资讯 很高兴看到你 还有好多事要忙 我们该走了 年轻人要有耐心 不要被复仇的渴望给 复仇 这叫伸张正义 绝不能让沙卡瑞斯得逞 我们要谨慎行事 你这头老龙在洞穴里躲太久了 就算你不帮忙 我也会亲受伸张正义 青空英雄帮忙带路 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沙卡瑞斯 我要让你谢斋 倾听大地守护者的教会 这是你们创造者的声音 我记得这个地方 奈萨里奥说 这里会磨练我们的心智 我们在洞穴里走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 他回荡的声音盖过了一切 甚至掩盖住我们的思绪 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我会证明自己的驾驶 这样就剔除掉队伍中的弱者 无能之人死了 你忘了这是哪里了吗 忘了奈萨里奥的教会 我还记得 但是必须先抛下过去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这里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 为了暴力守护者 黑暗昆是你 遍地死者枯骨 就像洞穴里的力量 无边无际 你们是我的抓兵 训练有素 能知道敌人的核心 这就是你们的使命 应当依循的命运 谨记 务必服从 忠诚不已 我拒绝 你留下的只有死亡 我的遗产就在大地的深处 在黑暗中 你就会找到力量 服从我 总有一天 世界会屈服于你们的力量 我 我必须在被黑暗完全吞噬前 赶紧离开这里 我在亚伯鲁斯厅堂的深处 创造出你们 我的完美士兵 我的半龙人 以坚定不移的团结力量 去打别人打不赢的仗 他曾经是我们的将军 训练我们 照顾我们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我们从何时开始 变得只是个工具 常常战败的痛苦 看看那些死者 我在他们的身上 看见你的软弱 这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是奈萨里奥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应得的力量 然而你居然想放弃 他背叛了我们 背叛了守护巨龙 大地守护者所拥有的力量 足以实现他的愿景 我会用这股力量 带领同胞迈向胜利 你想当的不是领导者 而是支配者 就跟奈萨里奥一样 请说吧 安破莎 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们就是奈萨里奥 最终的愿景 他的精心杰作 然而你为了这股力量 牺牲多少半龙人 我们付出如此庞大的代价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使命啊 安破莎 全是为了使命 奈萨里奥的秘密 就藏在巨龙群岛的某个地方 我会找出来 然后继承他的力量 莎卡瑞斯 我不会让你带着同胞走上绝路 安破莎 你宁愿听从龙类的命令 也不愿意和我一决高下 太可笑了 你居然忘了身为半龙人的意义何在 我 我不想跟你战斗 别让你的士兵看到你现在这副德性 他们在禁止中死去还比较幸福 乖乖跟你的新主人待在这里 敢追上来 我就杀了你 还有好多事要忙 真正面对你 如果你选择跟随他 你会怎么做 依照训练内容行事 消灭我的敌人 那是奈萨里奥的意志 可是这次的敌人 是你的同胞 还有其他追随他的半龙人 跟你一样 被训练成为了胜利不惜一切的士兵 你自以为很了解我们 当其他龙类牺牲性命保护我们的世界 你却藏身于凡人之中 你说的没错 我当时很乐意当着暗角 并把高龄当作自己的家 我应该可以付出更多才对 为什么你没有 因为我也是奈萨里奥的后裔 这一点让我感到羞耻 我来这里是为了面对这个事实 然后就遇见了你 你一定很失望 没有 你刚才就反抗了他在你内心的声音 你放下暴力 选择怜悯 我们的家人 不用活在他的阴影下 家人 当我醒来时 他们都不在了 全部不见了 那是我第一次孤身一人 那些 惊恐无比 而沙卡瑞斯杀了其他人以后 按破杀 他会为犯下的罪性受到制裁的 贺比西亚 你却也帮我忙 我们 会互相帮忙 想学点新东西吗 你对这在干嘛 不要忘记看看瀑布后面有什么 我会把他们看起来 我会帮他 我会一轮 来